歡迎回到節目現場來看道琪跟大都會的比賽 三門優勝交出6G9K的優質先發 而好隊友大谷翔平也有安打表現 沒錯 除了安打以外 大谷還有道磊呢 不耐MVP打線的另外兩位球員表現不佳 Mookie Bass全場4-0 Freddie Freeman更是5-0 讓道琪總場是4比9 吞下敗仗 美國職棒大聯盟看到大都會跟道琪的交手 道琪推派出三門優勝 對決上本來亞 而日本代表在第二局就遇上危機 在一出局後 DJ Stewart抓準這球失投到紅中的四風線訴求 一棒扛出右外野大強 大都會先持得連 然而這局攻勢還沒結束 下一棒Francisco Alvarez 吸出本壘前 強勁的彈跳球 不守Will Smith出現傳球失誤 讓Alvarez輕鬆上到二壘 而且Harrison Better抓準得點圈有人機會 至時共行安打 大都會二局打完2比0五先 第三局大都會再靠著保送 兩支安打再攻下兩分 然而主場的道琪在第四局展開反擊 大鼓翔平先是選到保送 之後靠著快腿倒上二壘 再利用Tiel Scott Hernandez的安打 讓大鼓跑回團隊的第一分 而且五六兩局 道琪攻時代起 靠著連續的安打串聯 還有對手的傳球失誤將比分追平 六局打完兩隊4比4回到原店 而這場比賽三門優勝主頭六局賞出9K 三分自責十分的優質先發 不過後續牛棚並不給力 接力投球的Daniel Hudson馬上是第七局 被Francisco Lindor狙擊一發 右邊方向的兩分打點取雷打 而且在八球兩局 再被大都會安打串聯 接連攻下分數 反觀道琪MVP打線遲遲無法串聯 Boltani雖然由安打打點倒壘進場 不過Mookie Bass全場4-0 Freddie Freeman更是5-0 吞下3K 後面三局道琪始終無法得分 讓總場大都會就以9比4 取得系列賽首勝 想要給道琪2連敗 接著將鏡頭轉到美聯 看到光芒以及陽機的比賽 光芒推派Telor Alexander對決Crushmid 兩位投手今天表現都相當出色 Alexander主頭5點1局 竟被敲出兩隻安打沒有掉分 而前面的前面5局 雖然被敲了6隻安打 不過全部都成功守城 讓兩隊前面5局 始終處於0比0的僵局 而所有比賽來到第6局 率先打破僵局的光芒 Ricky Palacios抓準對手 失投到紅中的升卡球 一棒狠狠扛出右外野大牆 帶領光芒1比0顯示的點 比賽來到7局下半 美東王者展開強烈攻勢 先是靠著安打以及野手失誤 在一出局的情況下攻占一二壘 Rosuardo Cabrera急出穿越游擊防線的安打 跑回楊基的第一分 緊接著下一棒Anthony Volpi也補上40安打 讓楊基取得超前分2比1領先 然而攻勢還沒結束 因為黃搜手覺得1分領先根本不夠 直接用手上的棒子為團隊追加保險分 抓準紅中速球一棒紅象右外野 出去啦 是一發3分打臉的全力打 幫助楊基7局打完5比1領先 和這場比賽楊基直敲出5隻安打 不過團隊攻勢都集中在第7局 反觀對面的光芒全場打出14隻安打 但是打線無法串聯 儘管在第8局靠著保送跟安打攻下2分 不過攻勢始終無法延續 中場楊基就靠著第7局還貫了5分點定勝機 中場5比3擊敗光芒 效收2連勝 最後關心我們的台灣英娜鄧凱威 今天巨人跟響尾蛇之戰 巨人前兩位投手Black Snail Landon Rob 大幅失血的情況下 鄧凱威上場截替 足夠馬表現不盡理想 第8局連續被敲了3隻安打 還被響尾蛇的Cobin Carroll敲安又倒雷 最後鄧凱威丟掉2分之後 又投出該局第二次保送 贏抓了一個出局數就退場休息 而鄧凱威此戰僅投1局被敲4隻安打 丟掉5分都是自責10分 防御率飆升到9.82 而巨人最終也以1比17 屯下敗仗 我來提供台綜合報導 鏡頭轉回台灣來關心T1直籃 喀森是重返雲豹團隊的第一場比賽 就拿下了25分 也算一球隊101比96擊退戰神 多下5連勝 4連勝中又迎接表弟回歸的雲豹 角手戰神 雲豹開賽打出慶祝行情 喀森是在發球先附近跳投命中 接著又在湖頂砍緊3分 而他下場射起之後 雲豹繼續多點開花 反觀戰神令人打鐵 第一季打彎雲豹30比19領先 第二階兩隊外援互轟 卡森斯丹捷命中兩級外線 上半場就狂轟了20分 稱唱近仗25分8籃板 不過戰神一樣將N多更猛 這一季帶無需發 近仗了16分5籃板 稱唱交出26分20籃板的doubledouble 帶領戰神在第二季尾聲打出9比1的攻勢 最近1分 半場打完雲豹60比50在領先 一籃戰戰 戰神開局連拿5分 直到只剩下2分落後 而雲豹由高晶瑋在湖頂標進大號的3分球 整個球隊 這場比賽 他得到本土最高的20分 外帶6主攻 雲豹單節3分球 命中率高達7成 了得又回到雙數的分差 直勝節戰神在黃聰漢投進兩顆3分球的 帶領之下 直到只剩下一分差距 不顧時中缺乏 零門一腳 雲豹威廉斯轉身拋頭得手 為比賽定調 他全場攻下了20分24籃板的爽20表現 中場雲豹101比96 擊退戰神 也收下5點勝 繼續看到龍頭特攻 座可獵鷹 衛冥軍開賽 靠著羊將艾德 平行肆虐進去搶分 再加上射手謝亞軒外線開炮 兩人單節聯手拿下了22分 順利特攻打出18比1的攻勢 第一季打完7分領先 只不過第二季特攻 引以圍繞了三分球 武器突然不領光了 單節救頭只有兩中 而連鷹也抓準對手得分當機的 機會追平 他們這一季有7位球員出現得分紀錄 半場打完兩隊戰成45比45平手 下半場 連鷹開局就用四季外線打招呼 白薩個人救命中其中三顆 單節進場了10分 但連鷹半槽比分 英吉更在第三季時間到點前 賞給對手凶狠的麻辣火鍋 獵鷹氣勢陣望帶著五分領先進入決勝節 又繼續用三分球擴大到少人數領先 不過特攻也絕非勝有的登 艾德跟大房東曾溫底在決勝時刻 接連標準三分球 艾德在九個後門空切放進兩分 特攻成功逆轉比數 這場比賽艾德燃燒小宇宙爆砍了四十三分 抓下十三個籃板大後雙十場機 中場特攻最後一九十一比八十八驚血集團獵鷹 繼續霸佔龍頭寶座 領先同樣贏球的雲爆半場勝差 我來體育台綜合報導 歡迎加入今晚的NBA Today 來看到東區附加賽 公牛跟熱火爭奪分區的最後一張季後賽門票 和南灘大軍雖然少了Jimmy Butler 但是小英雄鐵的Hero還是可以稱職代板一哥 在第一節六分五助攻串聯全隊 首階比賽打完是熱火領先十七分 沒錯 而且南灘大軍並沒有太早掉以輕心 在第三節還將領先擴大到二十分以上 Hero這場比賽拿下了二十四分 十籃板九助攻的準大三元成績 也帶領球隊一百一十二比九十一 拿下氣候賽門票 一戰定生死的附加賽來了 熱火跟公牛 誰能搶下東區老八 就看這一戰 雖然熱火一哥 直面巴勒高掛免戰牌 但不用擔心 南灘大軍 還是有人能挺身而出 不但有開了Hero 頂上火力缺口 甚至還有Kalik Martin能夠秀一波 這次切入 兩個crossover 收球再招第一線隊友 他面還有Chris Jr 穩穩命中 接下來小英雄也不讓隊友搶走風采 先是切入拋頭 稍後也能串聯隊友 跟Hewood High Smash聯手演出 空中作業Hero 手接六分 五助攻串聯 帶領熱火 手接大丸 取得十七分領先 幾乎第二節 還有台灣好朋友 阿瑟哥 東坑羅明森 補上火力缺口 熱火續保優勢 但這時候 公牛一哥 總算蘇醒 Hima Derosen打開單打技能包 不管切入 或是拿手的中距離跳投 通通端出來用 GDR單截十二分 還需要一些破例支援 這部分要看前場 空了四十二分的Toby Y 這次切入卻領個大破過 Martin完全不給 掃把頭機會 半場打完 熱火仍保有十分領先優勢 可見得 南探大軍早就做好準備 反觀公牛的防守 持續恍惚 加漫場 Harkers Jr 也不客氣 你公司招待 那我就是親門踏步 單手霸衝 炸入籃框 接下來熱火越耍越開 小英雄眼看這球幾乎要掉 卻是富貴險中球 Tail Pass找到Martin 頓個一拍 調整一下溫溫把握 耍完之後 自己當然也要帥一波啊 剛過半場就是手起刀落 接連的外圍攻勢 讓熱火把領先掛到二十大關 接下來多牛可說氣力放進 只能在後面頻頻追趕 小英雄這場表現超活躍 包括這次跟Harkers的RLU 全場角出二十四分 史萊曼九助攻 準大三元數據 幫助熱火 一度領先達到二十九分 也提前宣判公牛死刑 中場熱火就一百一十二比九十一 拿下救賽門票 最恐怖的老八種子又來囉 途半大三 八好 太好了 尷尤 太好了 太好了 沒有 剛好